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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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智能运维平台去解决或者去探索 那么移动云的智能运维平台的系统 它的定位就是监负的智能 智能化的集中化 集中运维的这样一个重大的使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移动云智能运维平台的架构 这边主要介绍一下智能运维平台里面的数据平台 这个数据平台主要是提供底层认质和监控告警数据的一个揭露 数据揭露与消费 加工与投递 然后查询分析这样的一个功能 然后为上层的应用层提供规整化的一个认识数据 然后并且提供查询和分析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然后我们选择Parsel作为数据平台的这样一个核心技术 然后基于Parsel的计算存储分离的这样的一个特性 提供了扩展的一个数据管道 然后基于Parsel方式的一个计算框架 构建了统一的运维数据的一个加工DSL和数据的一个投递 然后基于ParselDB去构建统一的Circle查询 然后给应用层提供基于SDX和Clickhost这样的一个统一查询分析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运维数据平台里面 我们使用Parsel来采集日志和性能数据 然后对这些数据进行一些初步的一些加工 然后将规整化的认知日志数据投递到Elasticsearch和Clickhost里面 然后后者再给上层提供数据查询和数据分析这样的一个能力 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过程中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流转过程 简单的过程可以看成是一个进化版的ELK 然后我们通过自研的日志采集模块来采集底层的那个物理机上 或者是一些虚拟机上各个节点上的一些应用日志和性能数据 然后通过ParselClient将数据接入到Parsel中 然后并且呢我们引入了KOP来兼容原有的一些基于砍砍协议的一些上报数据 然后接入这样的数据都会交由Parsel方形去进行数据加工处理 然后加工完成的数据会先投递到用于存储加工结果的这样的一个图片 然后经由不同的Sync将将这个加工后的数据投递到ES或者Clickhost里面去 那么同时的话对于这个整个流程 我们有一个加工控制台 然后其方形Worker对接入的那个数据和数据的接入和数据的加工的逻辑进行 加工规则进行实施的一个配置更新和这样的一个管理 那么相较于业界常用的就比如说ELK 或者是基于卡不卡这样的一个数据管道的方案 那么我们选择Parsel有什么优势呢 一方面的话就相较于使用卡不卡的话 那Parsel有着更好的运维体验 这个主要是得益于Parsel本身计算存储分离的一个架构 以及像租户隔离这样的一些机制 同时在本身在稳定性和一致性上面也做了很大的一个改善 然后另一方面的话相对于ELK里面像Lobstash这种加工规则 它利用Parsel方式去进行数据加工 有着更好的一个灵活性以及更好的一些性能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主要讲述一下 我们如何是基于我们如何基于Parsel方式来实现 DSL的基于DSL的一个日式加工数据的一个加工 在介绍日式加工的设计和实现之前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Parsel方式 Parsel方式的话 它其实是实现了一个基于Parsel的一个轻量级的一个函数计算 本质上它是一个独立运行的这样的一个加碗模块 然后它做的事情很简单 就是从它的input topic里面去接收消息 然后在自定义的一个函数里面对消息内容进行一些处理 然后将结果输出到output topic里面去 然后开发者呢 对 就是方式的开发者 只需要实现方式的这个接口 然后提供就是中间消息处理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就可以了 那么Parsel的方式 worker 它是就是相当于是这个Parsel方式的一个配置调度和运行时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平台 然后它提供了像现成进程还有KPS三种就是方形的运行调度方式 那么这个方形 Parsel方形它只是提供了运行时的这样的一个轻量级函数计算的能力 那么在实际的业务中 如何使用方形去对日资数据的加工 对它进行加工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难题 首先我们的日资源在不断的增加 就是这个其中有不同产品的日资数据 那也有一些本身设备的一些日资数据 不断有一些新的业务和设备啊 它的监控和监控指标和日资数据 它会接入到我们的平台 这些原始数据啊 它在结构上的差异也是非常大的 那其次的话 那这就意味着 对日资加工的这个逻辑 它的需求也越来越复杂 就除了最基本的一些数据结构化 往往还包括一些像数据清洗啊 一些脱米 像数据分发 多元汇聚啊 数据孵化等等 那除此以外的话 我们本身还需要有一个 降低我们运维成本的这样的一个需要 我们要避免让运维的人员去实现这个方形的那个接口 去实现它的那个就写代码去实现 因为毕竟写代码不是因为人员他擅长的工作 那当然同时我们也要避免让开发人员去为 就是每一个加工逻辑实现不同的接口 因为这样的话会就非常大的增加我们这样的一个运维成本 我们是希望用一个事先编译好的这样一个方形的那个代码 它可以通过配置 通过配置来实现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加工逻辑 那那么为了就是这个解决方法就是说我们就需要提供一套DSL的这样的语法 那所谓DSL就是就是一些就是在日制加工上面的一个领域描述性语言吧 就是一套日制加工专用的一个模的日制加工专用的一个语法 然后通过这个语法来灵活控制处理就是原始日制的数据 那么我们就是事先编译好的这样一个方形的一个代码 就可以通过解析编译这个DSL的语法来实现不同的一个加工逻辑 那么就是加工的这个DSL的设计 其实在业界其实是有很多可以参考的 那我们重点来看一下DSL的语法的解析和编译吧 那既然要做语法解析 我们就需要使用到一个语法解析器 我们使用的是这个Enterfor 这款语法解析器也是在Spark的那个计算引擎机里面 就是它是用来解析宋客语言的 就可以它可以根据事先配置好的一个 相当于是一个语法的这样的一个文本 根据这个文本来解析这个你的那个DSL语言 然后呢为每一条语句然后生成一个 就相当于是一个statement的这样的一个对象 然后整个DSL它就会生成一个statement的列表 然后每一个statement呢它包含了两部分 一部分是语法关键词 就一般这个表示我们这个语法的就相当于是一个函数名 然后呢它还有一个参数列表 通过这样的话 然后我们下一步我们就要为每一个语法 去定义它的加工函数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加工函数 Function arguments 这个录参就表示的是从这个statement里面 解析出来的这个参数列表 然后这边这个evaluation contents就表示 就已经经过前面已经经过一些转化的一个 接生转化的一个需要加工的原始的一个日子内容 那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要 我们要为这个sat这个语法实现它的对应的加工函数 那其实就这个就很简单 这个我们只要实现这个这个相当于实现这个接口 那在它的实现里面呢 我们从这个它的content里面 就是找到需要 需要就是它的一个字段 找到对应的字段 然后替换掉这个字段 从需要的那个值 然后再将结果结果返回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就我们就实现了 对一个语法的 它的那个实现的这样的一个代码逻辑的一个实现 那我们对这个函数的返回值 这边可以看到定义成的一个list 那就那其实是因为我们存在日识分裂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我们需要叫有可能有一些场景啊 我们需要将一条原始的那个日识拆分成多条日识 然后多条日识分别做一些后续的处理 然后的话一条加工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个后续 就是一条加工DSL 然后它通常呢 是由各种加工语法串联 以及嵌套分支而来的 那么完成这个DSL的语法解析之后 我们需要构建执行计划 然后进行运行式的调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怎么做的 我们采用的是这样的一个DiG图 就是来做这个建立这个模型 然后DiG也是它表示的是一个有效物环图 然后熟悉Spark的同学 那应该也知道Spark在处理这个数据的时候 也会将它的一个计算任务 转换为一个DiG图来进行调度 我们参考的这种思路啊 然后将DSL解析生成的一个statement的列表 转换为DiG图 然后加工过程 然后准备把它分解成这样的一个 可并行计算的这样的一个任务 然后呢 这个DiG图中的每一个节点 就对应一个statement 然后每一个statement里面包含了一个加工函数 就是我们刚才在上一部定的一个加工函数 以及它对应的加工参数 就是函数的一个加工参数 那么在对执行这个DSL语句这样的一个行为 然后就可以把它转化为便利这个DiG图 然后呢 将我们需要加工的语句 就是需要加工的这个日记内容 作为一个入餐依次的传给每一个就是DiG图里的每一个节点 然后让它对 然后执行这个节点里面对应的那个加工函数 然后这样返回值 然后拿到了之后再传给下一个节点 然后DiG本身它是一个有效的一个无环图 它这个特性就可以保证我们从开始的跟节点开始 开始便利的话始终中间可能会有分支 但最终会形成一个它不会形成闭环 然后最终就会达到一个就是便利到它的尾节点的时候 就表示对这个日记内容加工就处理就完成了 然后可以进行下一步的一个投底 把这些内容看起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里的这个看着这个图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实施 日记加工的整体的一个流程 我们将存有原始数据的原始日记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放在一个源头这个里面 然后作为sauce 然后基于Postle的一个方形Worker 提供一个底层的一个调度能力 将控制台上配置的DSL的一个加工的语法 加工的一个语句 然后作为自定的参数 传到了日记加工的这个方形里面去 然后在方形里面我们类置了 基于Enterport的一个DSL编译器 输出DAT的这样一个执行计划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连接 外部的CMDB配置管理数据库 然后提供完善的提供了这样的一套完善的类型 类型系统 然后全面的控制语句和很差吧的函数击层 完成了满足了规征复化 脱敏分裂分发等 就这样的一系列的全部的一些加工场景 然后同时我们还可以进行全加工流程的一个可视化 然后最终的话我们通过Sync将加工的结果输出到了一个 我们的目的投费格里面去 介绍完了整个是加工处理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流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形的这个具体的实现 整体思路是将加工DSL的那个脚本 以自定义参数的形式传到方形里面去 然后实现对DSL进行解析并勾结出 DSL任务 然后基于数据启动的方式 对每条新消息进行加工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对方形 它本身的框架做了一些定制化 首先我们在原来这个方形的process接口的一个基础上 我们增加了两个接口 就initialize和close initialize接口用于在这个方形这个进程 它启动的时候 我们需要在我们加了一个initialize这样的一个接口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做了比如说解析DSL语句 然后构建全局的一个叠集任务 以及像一些全局资源的一个初始化 就比如说创建连接外部输入库的这样的一个client 然后呢在close的close接口里面 我们去释放这些相应的资源 这个新加的特性的话 就是相对要说不要具有通用性 我们也已经将这个特性提交到了pass社区 然后新的这些initialize和close这个接口 已经在2.10的这个版本里面已经发布了 具体可以参考社区里面PIP86 这样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提案了 然后其次的话 我们还改进了方形内置的consumer 它的一个使用方式 开启了一个叫hold message这样的一个特性 然后这个特性是passa社区 基本上在PIP83这样一个引路的一个概念 它默认是不开启的 就我们知道在consumer它消费数据的时候 从网络IO那边就是接收到的消息 它是先放在对外内存的 然后呢它会将消息放入一个recive queue里面 就是相当于它会做一个拷贝 内存拷贝从数据拷贝 从对外内存拷贝到一个堆内 然后呢再将这个堆内的这个数据内容 交给你那个就是应用层的消费线程去消费 然后消费完了之后 那你这个对外对内的这块这消息 本身内容 这块这块东西就就有GC 就本身你这个consumer的进程所在的 那个JavaJVM的一个GC去回收 回收这个消息内容 之所以这么做 它是因为你如果直接使用了对外内存的话 你需要在你使用完这块这块数据的时候 你需要显示的去掉接口去释放这个对外内存 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如果用户在消费完之后 没有这么去做的话 就会引起对外内存的一个泄漏啊 但这个这样这么做的同时啊 就是你把那个内存默认 都是从把它从对外考到对内的话 就是增加了额外的那个内存拷贝 也增加了客户端 就是consumer端的一个GC的一个压力吧 然后所以社区提供了 这样的一个port message 就是这样的一个特性 开启之后 在消费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使用 直接从对外内存里面去读取这个消息的内容 然后减少了这个消息在内存中的一个拷贝的次数吧 并且因为这个是对于方形来说 因为这个consumer是在方形里面 而对于这个方形的话 对用户来说 它其实只要实现对应的那个process 也就是消息加工的这样的一个逻辑 那不管这个消息是否消费成功 我们都可以在这个方形本身 它的框架里面去释放消息 这个消息对你的一个对外内存 所以就不存在没有释放的这个 这种情况 这种在对大流量的数据 又使用方形去进行加工处理的场景下 然后开启了这个port message 这个特性可以提高方形本身的一个稳定性 然后讲完了方形的定制化的一个功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加工本身内部的一个实现如何执行 整体思路就是采用一个异步加工的一个异步的一个方式 来达到这个处理的一个最大化 在方形的process这个接口的实现里面 我们只是把就是这个消息的内容和对应 这个消息对应的就是DAG的执行计划 然后这个是在方形启动的时候已经解析好了 就一个全局的一个执行计划一起放入到管层里面 然后呢只是并不做这个消息结果的投递和这个消息的确认 然后消息加工和消息结果投递这两种相对来说比较耗时的这个处理 我们是放在一部的线程池里面去去执行 然后等它完成了之后再带来这个消息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缓程队列吧 我们这里选择了一个高性能的一个无锁 无锁队列叫就是Rupert 然后Puzzle里面的consumer我们也知道 他的他有Receive Queue 他的他也用了缓程 他使用的是一个有锁的叫Broken Queue 他虽然底层也设计成了一个就是可扩展的一个对列吧 但是实际上他是为了防止consumer的一个内存溢出 超出了用很多内存 他一般都会设置一个他的这个就是接收缓存的一个上限 而这个Distrupter呢 他本身使用的是一个环形的一个数组 叫LinFarfer 他去作为他的一个对列 然后对列的生产和消费 他其实都与GCS操作申请的这样的一个考虫 他申请可操作的一个元素在数组中的一个位置 然后获取成功之后 然后就直接写入或者读取该位置的一个数据的话 避开了 他主要是达到了避开的一个所竞争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相对来说的话 是在信仰上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优势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GCS的他的一个就是DiG的一个调整执行过程吧 我们内部一开始有两种设计思路吧 一种就是相当于是把一个就是加工的整个DiG加工流程 作为这个就是加工现成的一个实现吧 就是一条 那这样的话就是一条消息进来 他会便利整个DiG的一个图完成这个数据内容的一个加工 然后完了之后呢 再做数据的投递 就是发到那高投的投递里面去 然后成功了之后再询认 还有一种思路 就是把单个的那个DiG节点处理 作为这个日子加工现成本身 它的一个实现 然后一条消息进来了之后 然后呢只负责 只做当前节点的一个加工处理 然后等他处理这条加工 对应的加工函数执行完了之后 把他的那个就是函数的返回值 就是相当于是加工 临时的中间的一个加工结果 以及下游的节点 就是同时再重新放回这个缓程阶列 然后等待就是这个现成池里面下次调度 然后当你处理的节点是一个伪节点 就是所有的消息都处理完了之后 我们再做一个加工投递 加上消息就是发送到奥特格特别克 然后确认消息 然后相对的 那最终我们选择的是第二种思路 就是因为DiG的一个节点的一个任务 它都是属于比较短的一个任务 然后再加上这个缓存本身 Ribbuffer本身无所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那我们可以无所的 它本身无所的一个设计 就是在性能上就是是比较好 我们希望可以重复利用现成池里面的那个现成 来提高来提高本身数据处理的这样一个效率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基于Path方式的 然后做的一个DSR就是加工 处理的这个设计设计和实现的整个的一个过程 然后依通该能力的话 我们就可以比较简单的构建 就是面向数据 数据的一个就是规范化 结构化的就这样的一个复杂场景的一个日子的一个预处理 然后为后续的一个日子查询和分析阶段 就是做准备把准备好数据 然后同时的话也极大了 降低了一个就是我们达到了就是 降低运维成本这样的一个目的 那最后的话 我再介绍一下我们后续整个 后续的一个相当于是眼睛方向吧 我们希望在就是多模日子 多模的一个日子型存储上做一些探索 目前PASA是 在使用 我知道是使用Bookkeeper来作为底层的一个存储 然后虽然Bookkeeper它是一个专门的一个 用来做专门的一个日子型的一个存储 但对于Bookkeeper中里面的数据 它由于这个数据存储的 它的模式的一个原因它不适合对Bookkeeper里面的数据 直接做查询分析 那虽然PASA本身它也给予了 它也提供了像 就是PASA3K这样 给予PASA的这样的一个查询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接口 但是当你这个面对海洋数据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下 这种查询性的就是无法满足要求 所以我们才需要将这个加工完了之后的数据 投递到ES以及KCOS里面 然后呢再进行后续的一些查询和分析 那我们也做了一些分析和对比 就是主要目前国内主要一些公有云厂商的一些日子服务 它的一个存储模式 我们发现像阿里云的日子服务 就是它也它是采用的一些行列混合层处的这样的一个架构 然后它和一个两阶段写录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是感觉是云原生日子层处的一个演技方向 然后对我们移动云日子服务的后续的一个技术演技 也有很好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然后同时呢也结合像移动云在数据服务方面的一些 就是基础积累啊 我们计划使用就是像开源中间键 像PASA、PASA、PASA、DB 还有Allocion这样的一个字眼 然后在字眼多模的一个日子存储 来实现云原生方向的一个演技 就主要方向是在后续的一个日子的数据查询和分析阶段 然后看一下数据查询吧 就对于初心查询来说 我们目前是将加工后的数据 直接从地道ES和那个Clickhouse里面去 然后呢对上层提供的数据查询这样的一个借口 但是在面对含量运维数据的时候 这个ES和Clickhouse它的运维成本是很大的 我们计划可以看一下右边这个图里面 绿色的是我们计划字眼的 就是我们计划字眼这样的一个Data Builder 然后它可以它是和Bookkeeper部署在同一个节点上 然后呢它可以直接从Bookkeeper里面读取 它可以直接读取Bookkeeper里面的数据 然后呢将它投递到像对象存储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一些第三方就是相当于是Offload的那个对象存储里面去 然后同时的话会根据数据的类型 然后构建对应的一个索引 就比如说日志信息的话 如果这个数据是日志的 那就构建像盗牌索引 如果是性能的一些指标的一些 之类的一些信息的话 就构建时序索引 然后呢通过字眼的像Query Executor 然后内嵌了Ruxial的模块来实现 对象存储中的数据的这样的一个统一查询 然后我们之所以啊 从直接通过这个Data Builder 直接从Bookkeeper里面去读数据 然后做投递 而不是像那个数据加工一样通过方形和Sync来处理 是因为这样做的话 可以减少至少两次网络IO吧 就是Broker从BK里面去读数据 以及Funk信从Broker里面去读数据 可以至少避免了两次的一个网络IO 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提高系统整体的一个存储量 然后对于数据分析来说 目前我们是基于Prestle 对上层提供多索引的统一 统一分析路口 那么随着移动云大数据分析服务Linkhost的一个上限 我们计划将日出数据啊 接入移动云Linkhost来服用大数据的一个分析能力 那移动云的Linkhost 它本身是具有像蠢酸分离啊 语源生这样的一些特性 提供像Service一站式的融合大数据处理分析的一个服务 然后数据同步的任务 通过LinkX将数据从Prestle 达到对上层处中实现一键路股 然后通过一个通过可视化交互式的一个 设备开发的这样一个控制台 或者写DBC来创建分析查询任务 然后呢我们通过Unicon 然后进行统一的一个KBus里面 在KBus里面写统一的资源 资源访问和一个角度 然后用Spark、Grestle和Flink来提供对应的计算能力 那么移动云Linkhost在前段时间 我也已经开源 已经将它开源 有兴趣的同学 回到GT上面搜索Linkhost的项目 了解一些详细的情况 那我这次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 谢谢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